你 我不穿 我不穿 把衣服穿上嘛 赶紧的 我不穿 我不穿 闭嘴 你穿上吧 真的不好看 闭嘴 不好看又怎么的呀 谁看了不开心 那是他自己的事 可是不管怎么样 也不能不穿衣服呀 别提了 爸 我在门口就听见 你们俩嚷嚷 怎么回事啊 你来得正好 你给评评理吧 你爸呀 他老是这么光着上半身 在家里走来走去的 家里又不是他一个人 是不是 我让他把衣服穿上 他居然让我闭嘴 还让我滚 丽娜 别生气啊 我跟他爽啊 爸 你干吗的 在家里不穿衣服 你要是嫌热呢 咱们可以开空调 你不能不穿衣服啊 我就是喜欢脱上衣嘛 在这个家里 干什么都不行吗 我又没让他看 干吗那么多管闲事啊 那这也是我的家 家里就不能有点规矩嘛 那你可以搬走啊 别老是让小军 处理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嘛 我跟他说 我跟他说 想挑拨我们父子之间的关系呀 我告诉你 我才不会上当呢 我跟你说 好了 别生气了 我跟他说 爸 你赶快把衣服穿上 毕竟家里还有女人在呢 你赶紧穿上 赶紧 赶紧 我告诉你 不穿衣服人家以为你是宫人呢 注意身份 赶紧穿上 好好好 我听你的就是了 怎么这么麻烦 好好好 穿上 住在家里还那么不自在 别生气了 这不穿上了吗 爸 这以后热也不能脱衣服啊 听见没有 知道了 毕竟丽娜是个女孩子 嗨 宋阳 宋先生 你来看什么 你还不知道吧 我们是邻居啊 我就住你家隔壁 对 琳娜 这事你没跟我说啊 本来想告诉你的 但是你太忙了 一直没来得及说 那宋先生有何贵干呢 你们侨前新居 我这个做邻居的 应该来道贺一下吧 不如去我们家聚餐 我们搞好邻里关系 以后也有个照应是不是 我看见没这个必要了 好吧 那打扰你了 好 来 请 这屋子不错啊 宋阳 你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呀 怎么也不找个女主人 帮你持着家呀 缘分还没到嘛 来来来 请进 请进 我早闻到味道了 请 来 请 来 好香啊 太香了 爸 怎么了 这菜摆在这儿不是让人吃的 那当然 那当然 来来来 伯父 来 这菜是人吃的 宋阳 这一大桌子菜 是你亲自下厨做的呀 我哪有这本事 那就是外卖喽 没有 我请了一个新管家 管家 我就说嘛 原来是你呀 你的厨艺还跟原来一样好 伯父 您好 不好 走了个院家 又来个讨厌鬼 我能好到哪儿去呀 陈华 你可真是阴魂不散哪 我们都搬了家了 还躲不过你 安小姐 我是这儿的管家 真巧啊 那你为什么偏偏 就到这儿来当管家呢 琳娜 你怎么那么生气 宋阳 我跟你讲啊 您可得小心点 你家这个管家呀厉害得很 之前啊他到我们安家来当保姆 其实就是不怀好心 想要勾引我们少君 我们安家被他搞得乱七八糟的 我大哥大嫂差点因为他离婚呢 我看你啊 趁早让他走人 免得到时候倒霉的是你 我之前去安家当保姆 的确是为了少君没错 可那是因为 是因为他是我前夫 但其他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 说得好听 那你为什么偏偏 就来这儿当管家呢 还不是因为我跟少君 住在隔壁呀 别以为你那点小心眼 别人看不出来 你想多了 少君的无情 我已经看得一清二楚了 这辈子我都不想跟他 再有任何的关系 更不想听到他的名字 好啊 那你现在就可以滚了 我来宋总这儿当管家 不知道会遇到各位 如果是因为我的原因 害得你们用餐不愉快 对不起 我先走了 程华 你先别走 丽娜 程华不仅是我们家的管家 也是我公司的员工 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 不要把这个晚餐 搞得这么尴尬好吗 现在不是尴尬 是很难堪 对不起 颂扬 现在的气氛已经不对了 改天我和少君再回请你吧 我们走 爸 走 要走你们走 我是不走的啊 小虎 还是你煮的菜好吃 少君他能娶到你 是他的福气 不像有些人插来伸手 犯来张口的 爸 李娜 少君 坐下来陪你老子吃顿好的 别理他 少君你看 伯父都已经很饿了 不如就坐下来吃个晚餐吧 还干吗呢 让你吃顿饭就这么难吗 行 爸 我陪你 吃吧 吃吧 吃 李娜 亲爱的开门吧 不开门我自己开了啊 李娜 整个晚上没吃东西了 我给你带了碗面 你去吃成化做的饭呢 还来管我的死活干什么 你说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好心好意的 好心好意 我都已经走了 你还留在宋姚家干什么呀 你这算哪门子的好心好意 我看你根本就没把我放在眼里 我 你讲讲道理行不行 去是你要去的 走也是你要走的 那我爸他不走 我能怎么办 没错 是我要去的 可是 我怎么知道会碰到成化呀 碰到成化算我倒霉 你爸还在那儿热一句冷一句的 你让我这饭怎么吃嘛 你们父子俩倒好 咱那吃得那叫一个开心 干脆我让你们一家团圆 你满意了吧 莉娜 你在说什么呀 我去他那儿 我也不知道成化在那儿 我也想走 可是我爸他 莉娜 这人年纪大了吧 他都固执 你就多迁就点他吧 我还不够迁就他呀 是他看我不顺眼 当着我的面就夸成化 你倒好 你一句话也不说 你什么意思啊你 你是不是还想跟那个成化重温旧梦啊 莉娜 如果我想跟成化重温旧梦的话 那我干嘛叫他搬走啊 我的心你还不了解吗 莉娜 我们能不能不要为了他 再这样无聊地吵架了 再这样无聊地吵架了 那你当着我的面说 你是要成化还是要我 我当然是要你了 好 既然你要我 那我们搬家 搬家 对 搬家 谁啊 成化这个女人 简直是太恐怖了 我绝对不能让这种阴魂不散的女人 来打扰我们的生活 所以呀 非搬不可 好 那我们就搬家 但是呢 绝不是因为成化 是因为宋瑶 宋瑶 对 我不想和宋瑶当这个邻居 更不想让他影响咱们的二人世界 谢谢 原来你在吃宋谣的醋啊 早说嘛 不过我当初来这儿的时候 我可真的不知道 宋谣就住在我们隔壁啊 这说起来还不都要怪你啊 非让我一个人看房子 说什么一切听我的安排 现在又来怪我 我不是怪你 我只是抱怨 哎呀 算了是我自己活该 当初死活都要跟你搬出来住 现在好了 不仅要受你爸的挑剔 而且还要被那个陈华纠缠 哎呀我真是后悔死了 丽娜 对于我爸 你就多体谅一点吧 他当年受了很多的苦 所以他对外人都比较有戒心 但是只要你对他好 久而久之 他也就知道你对他好 久而久之 对 那要多久啊 哎呀 不会太久的 不会太久的 要不是因为我爱你 我才不会让自己受这么大的罪 好好好 你是最好的 好老包 来 来 来